今天正母是要來更換洗衣台下面的排水管 因為水下下來的時候下面還是會淹水 那應該是下面那一節有問題 上面這個已經之前換新的過了 那下面還有一節是通到排水管裡面的 應該是它中間已經裂化掉 因為上次只有這個上面的換新讓它不夠長 所以下面的是用舊的 那我們知道五金行呢 原本是要買這種材質的 那看這個材質很薄 可能沒多久又會壞掉 所以呢 昨天找到這一個 這個是叫做排水伸縮管 你看它的資料呢 蠻夠的喔 蠻厚的 那它說是伸縮管呢 其實它是 要伸縮應該有點困難 只是它可以彎 可以彎 那我想這個應該會比傳統的這種的還要耐一點 那它是可以彎曲的 伸縮應該也是可以 但是它是比一般的那種排水管還要再硬一點 那我覺得它的料呢 比較厚 應該會比較耐用一點 所以呢 就買了一個 那這個是在五金行買的 大概它是一尺一尺算的 一尺大概30公分呢 是13塊 OK 另外呢 另外呢 這模式就買這個 這個是 阿屁股 俗稱阿屁股 就是它可以直接 塞這邊 然後再塞下去下水管 就是在 埋在地面裡面的那個水管裡面這樣子 那 旁邊就不會有空隙啊 不會有臭味跑出來 還是蟑螂從旁邊的空隙跑出來 這樣子 所以作用 那如果你加是 更大的 下水管的話呢 這個 再加上 這個 然後 再擦這個 這樣就完成了 把它拔起來 它直接下面這個 舊的呢 斷成兩截 你看它一摸就脆掉了 因為我就脆掉了 所以呢 就把它弄掉 好 這是 更久的 然後這個是已經形換過了 好 這個是新買的 排水伸縮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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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子就把它連接完成 好,我們再看它的長度 它是要從這邊,直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要剪差不多相應的長度再插回去就可以了 好,再把從下面撐出來的排水伸縮管 插入我們這個舊的阿屁股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倒水看看會不會再...水在硬過 然後原本的水都從下面流出來 現在應該是有直接通往下水道了